其实是没有了解的 是在接到这个戏之后 然后去看了《盗墓笔记》这个小说 它有很多个点吧 我觉得 首先它应该是一个背负了很多事情 很多重量的人 因为它从小耽误起了它家族的这个责任 然后它应该有柔情的一面 就是在面对它的伙伴的时候 然后也会有比较冷户决断的一面 在面对它的对手的时候 挺难的 可能跟薇娅的配合比较多一些 人一旦被吊起来 你会发现很难控制自己 你很难做出一个适当的动作 但是你要把这个动作做得很潇洒 很好看就非常的难 往往就做得很纯 我们的文系导演和武系导演 都是非常优秀的导演 我对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们在我相信出来的效果不会差 应该说是一个镜头吧 就最后劫后余生逃出来 然后从水里钻出来那一个镜头 那一个画面 我觉得那就是我想象这种动物笔记的样子 就是我最担心的一场戏是我扛着诚哥逃命的一场戏 那场戏虽然要接触薇娅 但是也还挺有挑战的 因为我们要跳上一个台阶 然后再从台阶上跳下来 然后诚哥他虽然很瘦 但是他个很高 他分量还是蛮足的 我不知道能跑上什么样 然后当时杨岛还在旁边 拿着大把把我们加油补救 最后效果应该大家都还蛮满意的吧 拍还非常开心当时 我一开始会觉得导演很年轻 但是我们在一块拍摄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很有想法 对于我们就是很多镜头的把控 以及戏的把控都还是非常出色的 我觉得诚哥是一个很有经验 然后也非常敬业认真的这么一个演员 然后他的外形也很有优势 我觉得应该是我心目中的黑霞子的这种形象 我被问过很多次这样 但其实我很难回答这样 没有一个很气 对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有压力 而且其实拍摄现场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 这么一个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说我很难能够get到一些 所谓的有趣的事情 大家都是在很认真很辛苦的 去工作想把这个东西拍好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人 我不太愿意说我们的作品会很好 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诚意之作 是尽了我们最大努力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觉得会值得大家去观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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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